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下让资源的雷锋连经历过港片黄金年代 出演过多部作品的王妃本人都夸奖说 他们那个景搭得特别好 特别像 正式的唱演之中 尹正在梦里睁开眼 画面切换到一面墙 墙上全是经典港片的老照片 林青霞应起逼人的半想 哪怕只是出现在被景板上 都能一秒将人拉回那个氛围里 很快 镜头就转到了一个港片里很常见的场景 红 白 绿色突出 悬挂密集的七楼招牌两处 还原度很高 纵横四海的音乐响起 尹正还过了一把跳舞的尹 跳了一段当年很流行 如今很复古的霹雳舞 然后又COS了他最爱的张国荣 周润发的一段经典镜头 端着红酒杯过红外射线 再来一段一言不合就胖奏的打戏 融合完舞蹈 打戏 致敬之后 尹正又唱着绵绵就音 出现在小房场上 小贪败们自顾自做着生意 尹正与他的女主角遥遥对往 求此一生回来之后 人间烟火都还依旧 西军难言都在其间 最后尹正学着 向那句我叫尔战 通心大道 明天你看报纸网 潇洒归一挥手而去 当然 无人可以比你已经先世的张国荣 但尹正作为一名骨灰级粉丝 让执念成真 把粉变成作品 也是很有看点的致敬方式 还吓到郎妃 一脸唏嘘 毕竟那是妃姐最爱的麻将牌 搭子了吧 虽然张国荣一直说 郎妃麻将打得很差 此前在综艺节目中 尹正就曾配音过张国荣的经典片段 一开口人申报于他 还原度就超高 书记当时就说 他不是来比赛的 他是来当迷弟的 这一次尹正的出发点一样 致敬完景点港片之后 还秀了一把自己的东北话版港片对摆 因为祖籍沈阳内蒙出生 广东长大 所以尹正熟练掌握粤语和东北话 讲完发歌的经典台词 是我的就一定会拿回来之后 他又用东北话说 落下的 我一定会秋回来 重点再取独自秋 第三声 爆笑满分 贵圈的明星是谜底 一直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那些后来也成长为歌手 演员导演的他们 小时候也只是普通迷递迷媚 因为热爱而被吸引 投入其中 自己入行之后也成为偶像 影响后来的孩子们 这大概就是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